主席 我们历宴同仁以及媒体朋友们 大家早安大家好 今天的国事论坛 我希望用善用民间资源 强化政府效能 来跟大家互相勉励 在资讯 暴坐的这个知识经济体制之下呢 我们都知道 其实资讯的储存很重要 但是更重要的是 资讯的运用 以及资讯的一个创新 为什么呢 因为只有能够充分的运用资讯 我们才能够创造出 它极大的一个价值 以Google为例 我们看到Google它之所以成功 并不是单纯的 只是因为它储存有 全球最大的一个资讯库 最重要的是 它知道怎么样子运用 这个全球资料库 来提供人民所需要的一个资讯 以及一个服务 资讯的加值跟运用呢 并不是单纯 只有在企业里面适用而已 事实上对于政府来讲 它也非常的重要 政府呢 作为一个公共资讯的 一个掌理者 如果他可以用 更开放的一个心胸 以崭新的视野 来创造运用这些的资讯的话 那么它可以让全民充分了解 我们整个社会 以及经济的一个动脉 对国家的发展也有非常的帮助 但是呢 我们知道政府的资源有限 民间的活力无穷 如果政府它要以有限的一个资源 去开发运用这么庞大的一个资料库 当然它会需要的时间就会很久 但是如果它可以引进民间的活力 民间的创作力 民间的这个吸引力的话 那么它就可以创造出 无穷的一个商机 以及经济的发展 我们以新加坡为例 新加坡呢 它除了建立一个单一的 政府资讯入口网站之外呢 在上个月 它举办了APP4GS的这个比赛 在这个比赛里面呢 它就鼓励民间 可以用政府的一个资讯 来开发创造所需要的一个网站 跟相关的一个资讯 我们看到最受瞩目的一个开发者呢 就是运用政府资讯 来作为这个就业机会的连结 透过这个网站 它提供了新加坡的国民 它所需要知识的 在哪一个学校 就读哪一个行业 它有怎么样的就业率 以及它的一个薪资的结构 新加坡的这个做法 它值得我们台湾借尽 为什么呢 因为透过这个引尖 民间的一个企业 它用最小的一个成本 它激发了一个最大的活力 它让人民能够了解 它所要的资讯 透过民间的一个开发 能够除了扩大的民间的参与之外 强化政府的效能之外 更重要的是 它转移的民间 只会批评的一个方式 让人民能够共同的参与 政府政策的一个决策 以及提供人民所需要的服务 所以在这里 我要再次的呼吁 我们行政团队 能够结合政府的资讯 跟民间的活力 为呆板的统计数字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